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长称 已经有超过77万名难民从乌克兰抵达匈牙利 美医学家卡池·科威奇·伊姆莱在M1电台早接新闻节目中表示 就新冠病毒状况来看 当下匈牙利处于平稳状态 在一至两个月内 有极小的风险开启新一波病毒浪潮 该名罗兰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称 邻国几个国家的病毒变体一定会在匈牙利出现 击中疫苗将会避免严重的并发症发生 那些没有击中疫苗且不具备病毒抗体的人将有可能受到感染的风险 负责农业以及乡村发展的国务秘书费德曼·佐尔特表示 政府斥资7500亿福林 用于在2021至2027年的食品工业投资 对此他强调 目标是使农产品出口价值达到150亿欧元 并使我们能够在匈牙利生产基本食品 国务秘书认为 战争局势和高通胀给农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但家庭和经济依旧需要得到保护 亲民盟领导人科其史马特在幕后会议中指出 在2024年的5月可以举行为期一天的欧洲议会和地方选举 将为国家节省90到100亿福林 该提案可能会于下周向议会提交 如果获得通过 除了欧洲委员会议员之外 选民将能够决定谁将从2024年10月开始领导市政当局 匈牙利国家税务海关总署对警犬进行嘉奖 43只警犬于去年参与了近1500个行动 总共协助警方破获了金进价值100亿福林的走失品 财政部长瓦尔高米哈伊在庆祝活动上强调 警犬是国际公认的侦查重要工具 通过他们的协助将为国家预算收入做出贡献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出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